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要一个月 同样都是来卖场购物的民众 看了也觉得离谱 还有人直接把画面po上网络引发热议 网友说贴这么多公告也没有用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也有人建议可以向警方报案 再向车主收取停车费用 实际到卖场观察 业者并没有收取停车费用的公告 也因此导致有心人霸占车位 但律师并不建议锁车 因为恐怕会处罚 其实高雄也曾经有卖场 出现轿车罢停四个月 业者贴满移车公告 但车主还是迟迟不移车 律师建议如果卖场贴出公告 清楚告知过夜要着收合理费用 这样就能向车主请求停车费 免得被罢位无计可施 三连行为邱车黄嘉平高雄报道